大家好,我是乖秀山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5日 咱们做个复盘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上证 包括创业班指数都给出这样的小阴心 那么连续的小阴心 小阳心,其实呢,变盘的 欲望越来越强烈 那么还涨之后呢,往往对应几涨和几跌 那么接下来几涨和几跌到底哪一个会先来 现在应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应对 好,那么我们来继续往下面去看 首先的话呢,像上证指数 我们先做一个开线的解读 那么今天的话呢,是给出这样的一个缩量 小阴心 好在没有破五菌 但是呢,隐患是属于量能和昨天比继续缩量 连续两天的缩量是一个小小的隐患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从技术关键位的一个视角 咱们在今天中午的时间呢,讲的比较清楚 那么对应的当前 先守五菌 如果说呢,后面也只要不出现 不出现急促的调整破五菌的一个这种态势 那么呢 还只是把它作为上了过程中的洗盘来去对待 那么防范呢,是什么呢 防范的是 急促往下破五菌 那么这个位置呢,一笔上宣告写速出现这样的一个强顶分破五菌一笔上结束 这是需要防范的 那么呢,它的推演方式的话呢 从日线的一个维度来讲 接下来有两种不同,完全不同的剧情 一种剧情是什么呢 一种剧情从3448点位来一笔上 这一笔上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 出现这样的急促调整破五菌强顶分的一个视角 那么一笔上完全可以结束 结束过之后的话呢 再给对用一笔下 一笔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节点观察前低破不破 不破是中枢延伸 破的话呢 是3723点位以来的日线的线段下的延续和三分钟走势中枢 然后对应的是一个三分判断价 中间是笔中枢 三分钟走势中枢 这是一种推演 这是一种防范的 那么另外一种剧情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震荡 就在使用 它保持在一个摘付震荡的范围之内 构筑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而后的话呢 震荡当中再往上给新高 这种剧情的话呢 是属于这一笔上的走得比较强 还得延续 延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这个位置呢 走得越强 后面呢 只要说有主流板块量能有跟上 那么可以期待一个什么呢 这一个足够强 后面呢 一笔下 如果走得弱一点 就是有资金抵抗一些 那么可以期待一个线段上 然后呢 再看前高 3723 如果前高的位置呢 还是上不去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就属于防范更大的卖点 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周期 然后的话呢 要做出更大的一个仓位的降低风险的一个控制 那么当前的话呢 观念中的观念在于 这一笔上会不会结束 内部结构怎么去看 好 那么我们用更小级别 例如说用五分钟的一个 结果 长连结构来去分析 用五分钟的结构 五分钟的长连结构来进去分析的话呢 从3448点位以来 它对应的话呢 前面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走得向上离开段 那么现在离开段的话 咱们前面回顾一下前面 在这个位置 给出的应对视角是什么呢 中枢的上下沿的位置 3520 3550 他只要向下呢不给出三连卖点 那么这个五分钟中枢 组件之后呢 是期待向上离开段 那么当前的剧情的话 这个位置 它是组件的是属于一分钟中枢 就是它的级别呢 还不够五分钟的 所以说呢 当前的一个推演是 要从更小级别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就属于用最小级别的三类买点 三类卖点来进行确认 什么意思呢 向下只要说不跌破 就能不给出一分钟级别的三类卖点 就能向下跌破之后快速跌破 这是需要防范的 这是和刚才视线的相佐证的 视线如果说快速急速调整破五均 那么对应在最小级别角度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如果说向下跌破 前面这个小低点3575 反周站不上来 那么呢 这样的话呢 这是一个要防范的 就是呢 这是一个再一次 降低仓位利润保护的一个 信号和应对 好 如果说呢 只要没有出现这种做法 还是延续这样的震浪 震浪过终呢 最终中枢延伸升 升级为第二个五分钟 同级别同方向的五分钟中枢 而后呢 只要始终不给出三类卖点 一分钟三类卖点不给出 那么可以期待一个再向上离开段 但是这个离开段 一旦走出来 力度观察力度和量能 力度如果说 不是这种中央 长阳虚命的走法 而是呢 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呢 前面3625的位置呢 没有 稳稳的沾上去 那么对应的 承压 那么结构更加饱满 那么一笔上 随时可以结束 好 这是当前的一个 一个关键点 这是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如果用一分钟呢 来进行观察 会更加的清晰 用一分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其实当前走法呢是当下 是属于一分钟中枢的 延伸状态 那么呢 从3448点位以来 下面呢 是一个 五分钟中枢 刚才的影 看得非常清晰 好 那么我们把五分钟中枢 它的区间给标注出来 标注出来过 中间它只要上不出现什么 不出现三类卖点 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正好 以一分钟中枢延伸 作为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走得弱 一旦给出一分钟的三类卖点 接下快速的跌破前面地点 反周进不了这个中枢内部 就是呢 进不了给出一分钟的三类卖点 那么就要进一步防范 好 如果说只要不给出这种剧情 那么持续震浪 震浪当中的话呢 中枢延伸 即将 现在顶多再过一个交易日 最多两个交易日 就是呢 可能就是这位置就可以 由一分钟中枢延伸 升级为普通中枢 然后呢 只要说能够横得住 不给出一分钟的三类卖点 他就完全可以 期待一个向上离开段 现在离开段的话 到时候观察和前面有无被辞 如果说呢 有清晰的被辞 向上离开段呢 是带有被辞的一个走法 那么对应的话呢 同样是找卖点 找卖点之后呢 后面再观察 如果说反向运动 一个五分钟的盘轮下跌 三轮线下 日线的一笔下 然后呢 带有资金抵抗 内部有结构 有保满 在出现抵分 这就是更大的一个 或者说呢 下一个机会点 所以说呢 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向上 个人认为向上的空间 就是从这一笔的角度来讲 从当前五分钟的出现结构的 结构的角度来讲 向上的空间 相对来说要有限 但是呢 要防范 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呢 在今天早上的时间 咱们在 找评的部分里面 讲到一个节点 是什么呢 一个是30分钟 MSV顶背比 另外一个呢 是属于 可以适当的 做一下利润保护 其实今天指数 倒没有怎么跌 但是呢 各股的话呢 分化 板块的轮动 各股的分化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呢 板块比较明显 过周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接下来的一个观察 维度按照刚才的几个技术 关键位进行跟踪即可 就说呢 大方向 五分钟 先段下回落 只要不破 3550 那么他还是有机会 给出五分钟级别三类 买点 然后再往上反弹 这个位置如果说 超短的叫做 连3575的位置都不跌破 然而持续阵营阵 再往上走个一下 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 一旦给出来 如果是属于放量 中央 虚面的走法呢 高看一线 如果说呢 不是这种放量中央 而真的 冒出来之后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四字星 打出这样的上影线 这样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那么要 要以防范风险为主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态度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创业版指数 创业版指数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一根中央之后呢 连续小阴星 小阴星的话呢 量能还有一定的资金成绩 所以说呢 对于创业版指数呢 短线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还是用单阳不破 和下方的趋势线 作为俯胜来进电中即可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维度 它只要说 下方低连和低连相连 这个趋势线不破 然后呢 这个位置留个缺口 就是呢 以单阳不破的视角 只要不破 这也给你单阳 那么还是以多头占优 后面的话呢 依然存在反暴的可能性 但是呢 再反暴的话 看力度 把自己跟阳线 给完全覆盖掉 下方的趋势线呢 也破了 收不上来 对的话呢 就要大面积的防范红填 如果说这个位置始终不破 始终单阳不破 那么呢 这是有一种上 上眼上升三法的 这种可能性呢 或者说有一种什么呢 一根长阳之后 后面这样的一个 连续的小鼻心 小阳心 只要说始终单阳不破 后面的话呢 可以期待一个反暴的做法 但是反暴 如果说量能 阳线尸体都比较强 高看一线 如果说的 今天反暴了 但是带有上阴线 阳线的尸体呢 并跟它比 差的不是一千半年 量呢 也没有明显的方大 这样的话呢 反而是 用这样的一个 鞋向上的通道 向上的话呢 反而又是 冲高之后 又是找什么 找这样的一个 卖点 然后呢 回落下来之后的话呢 那么观察 其实对一些体材类的 对一些像底位科技类的 还是可以挖掘一些 低线高炮的机位点呢 但是呢 一旦破了 及时的纠错 及时的防范 好 这创业版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再看板块 板块的话呢 在今天 中午的时间呢 咱们 重点讲的三个方向 还值得进行重点留意 哪三个方向呢 一个是像今天 像智能电网 包括呢 像特高压 充电桩 就尤其是智能电网 特高压 这方向的话呢 是可以去 挖掘一下 内部的一些 机位点 或者内部的一些 轮动 不管是用低线高炮也好 还是用超跌 反弹 还是高低期换 这是因为有力啊 而且呢 今天表现的比较强 这是短线的视角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是今天的震荡分化 稀土方向 在我看来的话呢 那么 核心的一些标的 如果说呢 按照一定的方法 一定的视角 那么回落下来 是存在短线的低线高炮的接点 好 再者的话呢 就是底位的科技方向 底位科技的是咱们近期反反复复讲到的 这个底位科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例如说像今天 好 那么对应的 不然是像今天冒出来的是量子科技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 这里面像数据中心也好 包括呢 像鸿蒙概念也好 好 对应的话呢 就属于 更加注重折骨的一个能力了 好 这是咱们今天中午的时候 讲到的三个细微的方向 人的从行业板块来讲 今天移动呢 还有一个呢 是医药 医药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视角 是可以用中 用波段的维度去跟 这是今天表现偏强的 从行业板块来讲医药 医药保健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其他的板块里面 例如说呢 像钢铁石油汽车类的煤炭 处于这样的一个分化 就是今天呢 实际上是属于 指数走震荡板块 在轮动 个股在分化的一个剧情 这个剧情的话呢 对应了 接下来 如果说从主观倾向上面来讲 那么环掌之后 往往从接的角度 环掌之后 往往对应击掌和击跌 就是呢 这个位置连续的 这样的一个小阳星 小阴星 小阳星 它毕竟不是常态 那么刚才呢 只是从客观的推演 推演的话 只是要应对 如果说呢 保守角度 就是从超短的组维度来讲 连3575的位置始终都不破 那么呢 只没有没有任何悲观的理由 如果说呢 证印证带有抵抗式的下跌 不出现急速调整 证印证3550的位置 只要数得住不破 那么它还是有机会呢 急于往上的 这是一种 纯技术视角 就是客观的应对 如果偏主观的维度 这个位置到底是 后面 环掌之后 往往对应了几掌和几跌 那么后面是几掌的 发生的可能性更容易一些 还是发生几跌的可能性 更容易一些呢 大家如果说 你怎么看 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个人倾向于什么呢 向上的空间 是有限的 难度是较大的 那么向下的话呢 这种隐患 是不得不防的 所以说呢 今天找频道说讲到呢 可以适当的 做一下利润的防护 带着呢 三个局部的方向 如果说呢 符合你的交易模型 交易的模型下的 就是交易体系下的某级别 某类型的买卖点 那么呢 控制仓位的前提下 该怎么尝试 怎么尝试 这是 完全不同的一个视角 好 这是对于 盘面的一个态度 就是当前的一个节点呢 从技术为主来讲 好 350 3575 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位置参考 后面的话呢 可以用最小级别的 一分钟 三买三脉 来确认它的方向 但是相似上的话呢 量能不能翻大 这个位置不能持续缩量 一旦出于数量就是隐患 而且呢 如果说 用经验的角度来讲 还准之后 往往对应急涨和急跌 那么呢 是急涨的概率 可能就是容易 更容易一点 还是急跌的概率 更容易一点呢 就是发生 那么这个位置 想要向上 一定要触发 一定的利好提振 如果说没有相应的 一些利好的信息 利好的一些因素提振的话呢 那么向上的难度要大一点 如果说线下 反弹过之后 向下调整的这种 可能性就知道 就更容易一些 因为呢 这个位置 线下调整 只是早一天 或者是晚一天 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只作为一个 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仓位的话呢 这个位置一定不适合重仓的 还是说 且行且珍惜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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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